Hello 今天这支Vlog的内容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隔离14天应该要带哪些东西 会让你的隔离生活变得比较舒服 还有隔离这段时间我都在做什么事情来打发自己的时间 以及我们这间酒店的相关规定 首先呢我先从清洁用品的部分开始 清洁用品呢我有带一个500ml的酒精喷雾 抹布一袋的酒精湿纸巾 我自己还有带洗手液 这样子我每天就可以做一些基础的清洁 洗用品的部分呢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 我自己带了一台旅行用的吹风机 因为我们这一家酒店它的吹风机是那种 黏在墙壁上的功率很小的吹风机 那种吹风机我的头发通常都要吹一个小时左右吧 嗯对所以我很庆幸自己带了自己的吹风机 所以我可以每天洗头 虽然通常这边酒店的吹风机都是比较大台的 但是你毕竟要住14天 如果你就刚好遇到那个给你吹风机给很小台的 那你不是会很痛苦吗 如果你是长头发的女生 然后你又喜欢每天洗头的话 建议带一台自己的吹风机 然后带吹风机的话主要比较要注意的是 这边的电压是220 台湾那边是110 所以买吹风机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旅行用或是不是给220的电压用 台湾的吹风机如果里面没有自动变电器的话 带过来通常一定都会爆掉 然后我带了其他灌洗用品 还有一包旅行族的润发乳洗发水跟沐浴乳 我觉得浴巾也很重要 自己的牙刷还带了棉洗裤 我家里就不用洗衣服了 然后日常用品的部分我觉得马克杯非常重要 因为我这间酒店他就没有提供给我马克杯 所以我冲泡很多东西的时候其实很常用到 我还带了我的保温瓶这样子 你烧完热水之后剩下可以放进去 之后等一下喝 我还建议你可以带一条长裤 因为像我这间酒店他的被子比较多棉续 我睡的第一天跟第二天感觉到非常的痒 所以我必须要穿长裤睡觉我才比较舒服一点 你也可以像我一样去网路上买一次性的床单跟被套 或者是枕头套 但是就是怕你的酒店不给你叫外卖 所以以防万一你还是可以带一条自己的长裤 反正你平时早上的时候你都可以穿 也会比较舒服 还可以带一件就是薄薄的外套或者是一个披荆 我自己还有带一双拖鞋 小电扇 因为有些酒店它是不给你开空调的 所以以防万一我有上网买一个小电扇 延长线 这一些我都有用到 比如说自己的筷子啊 还有灰汤的汤匙 这个套东西的搭蛋棒 然后刀啊 一个泡泡面的碗 吃的部分呢我真的非常建议带一些自己喜欢的调味料 像我自己就带了一罐我非常喜欢的胡椒盐 我每天早上吃水煮鸡蛋的时候都会用到它 你就会觉得你的食物变得非常美味 我带了自己的海苔 最后几天我真的有点吃腻它的隔离餐的时候 我就开始自己包韩国饭团吃 你可以带一些罐头啊什么的可以配饭 我觉得维他命也可以带一点 因为其实这边吃隔离餐 你每天摄取的营养都不是非常的充足 所以其实维他命C和维他命B都可以带一点 最后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 你一定要带一些自己看了会非常开心的东西 比如说像我是一个很喜欢香味的人 所以我就有带自己喜欢的香氛蜡烛 然后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吻一下它 我就会觉得很开心 我还带了自己最喜欢的蝦饼 以及我的那些零食区 我现在看着它们我就觉得非常开心 因为毕竟你要被关14天 有时候难免情绪你就会有一点低落 你看到这些东西你就可以马上的调整 接下来分享一下我隔离的时候都怎么打发时间的 我下载了非常非常多的剧 电视剧啊电影各种类型 悬疑爱情喜剧综艺都有下载 因为你长时间看同一部类型的剧 你会腻你会无聊 所以你要下载很多很多的选择 然后我带几本书跟我带一把乌克莉莉 就是有时候可以练一下 我觉得很好打发时间的方式是剪片耶 因为我真的花很多时间在剪片上面 跟学习怎么挑音乐啊制作背景等等之类的 我觉得那还蛮花时间的 你时间会过得很快 所以如果来隔离的话 有兴趣也可以练习怎么样拍片啊 然后跟剪片 我们入住了当天它就是给我们这个桶子 然后里面就是有附一个洗手液 消毒片要丢进马桶里的 体温剂 消毒体温剂的酒精棉球 酒店有提供这个二合一洗发乳 然后跟沐浴乳 我们酒店规定每天量两次体温 一次是在早上的八点钟 一次是在下午的两点钟 酒店通常都会给你一个水银的体温剂 如果你用不习惯的话你可以像我一样带一个 自己的体温剂 我们这边的垃圾呢是一天收一次 放在房间里面会有专门的人进到你的房间 帮你把垃圾拿走 并且对你的房间做消毒 我们的用餐时间呢是每天的八点吃早餐 十二点吃午餐 晚上六点吃晚餐 他们送餐给你的时候会打电话跟你说 可以出去领你的饭盒了 但是你开门之前你要从阴眼检查一下 走廊是没有人的状态 你才把门打开 然后去中你的饭盒 外卖呢我们酒店一天只送一次 在晚上六点的时候跟晚餐一起送到你的房间 所以你必须在六点之前就把外卖叫到门口 不然的话它只能够隔天的六点再帮你送上来 这边的外卖规定不可以叫任何热的食物 只能够叫包装完整的食物 比如说零食啊 泡面等之类的 水果的部分只能够叫整颗的水果 不可以叫切好的水果 那我自己也有尝试过叫手摇引啊 跟海底捞的自制火锅 有点像泡面包的那一种 但是这两个酒店也是不让送上来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希望内容对之后要来隔离的人有帮助 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咯 掰 我觉得隔离是四天 是四天 等 有卫生 之后要来隔离的人有兴趣 有帮助 记得旅行吹风机 好 centro 真的 彻底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